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早大选引发政治地震 潜在盟友右翼共和党主席西奥蒂稍到前已经表示 共和党不会再提前选举中与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联手 因为对方已经给法国带来这么多的伤害 不少选民担心这场大选很可能预示着马克龙主义的终结 马克龙10号到访中部城市蒂勒出席二战大屠杀纪念仪式 对于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马克龙表示有信心法国人民将做出正确抉择 当天法国各家媒体纷纷将马克龙这一惊人决定形容为晴天霹雳 只其不惜通过一场豪赌挽救执政党在选民中的信任危机 有支持马克龙决定的民众相信这将给予法国一个全新开始 但也不乏有人担忧法国将提前陷入后马克龙时代 此时欧洲议会选举大声的极右议会 国民联盟以扬言做好掌权准备 副党主席涉尼10号向媒体表示 28岁党主席巴尔拉戴或将代表国民联盟出任新总理 而一旦国民联盟胜选 马克龙将在余下三年总统任期 进一步失去对国内事务主导权 其中左翼党派呼吁要建立反对极右势力的人民阵线 并强调将在此次大选争得更多议会席位 马克龙所领导的执政复兴党成员 现任外长塞儒尔内就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痛批不屈的法兰西党等极左翼政党 频频在议会制造混乱 扬言此次大选旨在一并扫除执政党 所面临来自极左和极右翼的巨大障碍 至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0号则表示 鉴于马克龙政府对俄罗斯的公开敌视态度 俄方将对法国这场新的国民议会选举 保持密切关注 凤凰卫视中文报道